那现在呢我们要进入的下一个问题 就是计税依据的一些特殊规定 那你别看这是特殊规定 但是它在我们考试的题目当中是经常出现的 所以特殊规定 我们把这个讲课的内容呢 有的时候稍微打乱了一下顺序 有的可能搁在别的地方 但是这些特殊规定我们是一定要重视的 那到底是哪些容易出考点 我们给大家讲课的时候一一的进行介绍 首先那就是在应税消费品里面的卷烟 它本身就很特殊 它呢是符合计税的 最关键的它本身呢是属于 和一般的货物销售渠道的不一样 它是属于叫做国家控制的专卖产品 所以烟草这个行业 它是这种有烟草专卖局 那这样烟草的这个卷烟 它的交消费税在生产环节交 然后呢它还有批发环节加征 所以它还是双环节交消费税 因此它确实是一个很特殊的 不过卷烟在交消费税的时候 它移到这个从价的消费税 是吧移到从价 现在我们就要说这个价了是吧 销售额 那还有一道呢是从量的消费税 这个销售数量 可以说这个销售量 它就在这个纳税人进行销售的时候 没有把它进行什么隐瞒啊 虚报的可能性是吧 多少箱那个量就是那个量 关键呢是这个从价的价 这是容易出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确定这个 卷烟从价消费税的价格的时候 特殊规定出来了 那就是叫做最低计税价格的核定 有同学可能一看就有点不理解了 咱们不是都按最高计税价格交税 是怎么说按最低计税价格呢 其实我们后面的解释会回答这个问题 依旧是按高的 但是咱们先得有一个标准是吧 然后拿这个标准和你实际的去比哪个高 按哪个交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 什么情况下是按照这种核定呢 那就是针对的是卷烟生产企业 是吧 你卷烟它不是还有批发环节的消费税呢 不按那个 那我们说的是生产企业的事 不说批发的事 那生产环节销售的所有排号和规格的卷烟 都是按照这个叫最低计税价格来核定 那这样的这个核定 怎么核定呢 我们是有一个公式来计算的 核定的这个卷烟的计税价格呀 它是把生产环节是吧 生产环节 然后卖给批发环节 批发然后卷烟卖给这个零售环节 那好 我们现在说的是生产环节交税的时候 它是拿批发环节的给它倒推回去 确切的说呢 就是把批发环节的销售价格减去批发环节的这个毛利 那就是相当于乘以括号一减批发环节的毛利率 那这个批发环节的这种毛利是吧 这是国家税务总局按照这个卷烟批发销售价格扣除叫做批发环节的毛利来核定公布的 所以这个卷烟它的核定价格是总局来公布的 好 那我们如果把批发环节的售价减去批发环节的毛利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是批发环节的什么呀 批发环节的净价是吧 那批发环节的净价其实就是生产环节的这个售价 是吧 他们俩应该是一样的 所以这时候咱们把批发环节的这个售价给它倒推回去扣除批发环节的毛利 就是批发环节的净价也就是相当于生产环节的那个售价了 那是不是就拿这个价格作为咱们交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呢 不是了 那我们说是拿你这个价格刚才核定的这个价格是吧 就是公式上的这个价格和你实际的销售价格去比 比的结果呢依旧是交税按高的啊 那个高按的交税 不过在这呢我们想提一下 那就是呃这个卷烟是吧 它的消费税计算呃在我们的综合题近三年里面是考过的 那在我们打以往年度是吧 再往前多少年呃计算题里面这也都是啊经常考的 不过这个卷烟的价格在考试的主观题里出现 一般都直接告诉你 很少说让我们这么去找的 但是这个规则我们应该是清楚的 这是容易出选择题的地方 那就是生产环节的这个价格要核定 按照最低计税价格的方法来核定 而真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 它并不是那个核定出来的最低计税价格 而是实际和最低计税价格哪个高按的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关于特殊的 那就是第二个啊第二类吧 叫做酒类计税依据的一些特殊问题 那我们知道酒类产品 那它有这个计税方法当中的多样性 白酒是符合计税是吧 一道从价一道从量 啤酒黄酒是按照数量 但是这个啤酒呢 它的消费税按数量有两档 还有就是这个其他酒是吧 它是按价格 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就会重点的来说一说 这个计税依据特殊规定里面的白酒和啤酒 而这样的问题是容易在考试当中有命题的 那我们曾经有过综合题的命题 也有过计算题的命题 所以这样的能够有命题点 或者说呢 以前出现过的都是我们的重点 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 首先咱们说核定的范围 这个要清楚 也说的是白酒的生产期 那我们知道白酒 它跟卷烟 那经常是一起来说 因为它们都是符合计税 一道从价是吧 一道从价这没问题 从价 还有一道呢 是从量 好 这也没问题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从量这个造不了价 可是从价 有的时候这个价是容易出问题的 是容易被纳税人来进行税收的规划的 那怎么来对这个生产环节的 是吧 白酒进行税收的筹划呢 那好 我们就来说一说 这个生产企业 是吧 它叫小汇水 它呢 把这个自己生产的白酒 卖给什么呀 销售单位 这销售单位相当于一个流通企业 是吧 这就是白酒的批发企业 所以制造业生产企业 是吧 卖给批发企业 生产企业交消费税 批发企业呢 是不交的 那这个批发企业 再把白酒往下卖 卖给其他单位 是吧 它呢 也是不交消费税 是吧 它呢 是只交增值税 而这个生产企业呢 它是既要交增值税 也要交消费税 白酒嘛 应税消费品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那就是 作为这个白酒的生产企业 和下一家的销售单位 他们之间很有可能呢 是什么 关联 关联方 这个白酒的那个销售单位 就是生产企业的投资的 是吧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他们就存在了 生产企业 卖给这个批发企业 它是以什么来卖呢 它是以低价来卖 你价格低的话 它是不是交消费税的 那个从价的价 它就可以低了 然后等到 这个销售单位 那就是说这批发企业 在卖给其他企业的时候呢 它把价格一下就踩上去了 高价来卖 由于他们本身呢 是属于关联方 所以在整体的这个集团利益上来讲呢 它实现了税付最少 是吧 交税少了 那这样呢 税法的规定 是吧 那实际上这些规定 都是后来做出的一些规定 堵漏洞了 那怎么堵漏洞 这说了 生产企业 它的消费税的寄税价格 为销售单位 对外销售价格 不含增值税 70%以下的 税务机关就 要核定最低集税价格了 那怎么来理解 我们先给大家这么一个图示 就刚才我说的是吧 那同时呢 也给了一个数 生产企业 它卖给关联方的 这个销售企业币 是吧 那它是要交什么呀 要交消费税 要交增值税的 好 卖了多少呢 那就是1000克 相当于公斤嘛 它是68元 不含增值税啊 假如这价格都不含增值税了 好 那它要交消费税的 从价税的价 是不是就应该是68 那再乘以它的这个数量 是吧 那再乘以消费税 从价的比例税率20% 这就是从价消费税了 然后再加上从量消费税 好 现在这个币销售企业 跟它是关联方啊 它在卖给下一家C单位的时候 不管这C单位是什么性质的 是批发零售都没关系了 那它卖了是1000克 那个100元 100元 那这时候我们就按照规则来套一套 是吧 那也就是说 生产企业消费税 它的计税价格就这个68 为销售单位 对外销售价格 这不是就是对外销售价格100吗 70% 70%那就是100 70%是吧 那就应该是70 那什么意思啊 如果是这个以下的 你这个68就是在 这个销售单位 卖给下一家的价格 70%以下 所以这种情况下 税务机关呢 它就要核定消费税的 最低集税价格 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不认这个 68的价格了 那不管它卖给其他的 非关联的价格是多少 比如说我这举例子 是吧 是卖了80也好 是卖了82也好 都没关系 关键的问题是 你这个关联方的销售单位 是吧 卖给下一家的价格 乘70% 它是大于了生产企业 交消费税的价格 反过来讲呢 就是生产企业 消费税的计税价格 低于了销售单位 卖给下一家 它的价格的70% 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不认生产企业 卖给销售单位的 这个消费税的积水价格了 不认了 那认什么呀 那税务机关 它叫核定价格了 那么它的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防止这个关联方之间 通过他们的这种 关联关系 然后通过他们的这种 内部转让定价 不仅仅来调节利润 还调节税收 这样的使得消费税 交少了 因此这个消费税只交这一道啊 是吧 所以他们就利用这个消费税的一次性征收 在它交消费税的那个环节呢 让它计税价格低了 那在不交消费税的这个环节呢 让它计税啊 这个让它的销售价格上来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税法是不认可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 交消费税的生产环节的 那个消费税计税依据 要进行核定 当然这个规则呢 是针对生产环节生产完了以后 卖给这个销售单位 销售单位再往下卖的 那我们现在还有这样的规定 那就是 如果这个纳税人 把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 那就说我也是生产企业 但是这个白酒不是我自己生产的 是委托加工收回的 我们也没有再经过加工 就直接给卖了 是吧 卖给谁了呢 卖给销售单位 销售单位依旧跟我是关联方 那这个销售单位再往外卖 它又出现了 那就是销售单位卖的价格 乘以70% 和我们那个委托加工收回的白酒 曾经交消费税的价格去进行对比 曾经交消费税的价格呢 是售托方代售消费税的价格 那你现在卖的价格的70% 是高于那个委托加工的时候 受托方代售的消费税的价格 这种情况下依旧是核定 核定 好 那么关于这个核定 是吧 70%实际上是两种情况 都是要适用这70%核定的 那我们总结一下 是吧 一个是生产企业自产 是吧 一个是生产企业委托加工 委托加工收回 他们的共同特点 那就是都要卖给了下一家 下一家它是不交的是吧 卖给了这个批发 是吧 那批发呢再往外卖 是其他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把批发 卖给其他的价格 成70% 和你这个生产企业 卖给批发交消费税 以及委托加工收回 那它是在前一个环节 那个受托方代售消费税 是吧 受托方代售消费税 那个价格去进行比较 那也就是说 这个比较的结果 如果是低于70%以下的 低于批发企业 卖给下一家70%的 税务机关就都有权来核定 至于说核定的税额是多少 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说 现在说的是需要核定 需要不需要核定 就是拿这70%比出来的 好 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 这个到底比完了需要核定了 那核定的白酒的计税销售额 消费税的计税销售额到底是多少呢 这说了白酒消费税的最低计税价格 是由白酒的生产企业 注意是白酒的生产企业你自己报 而税务机关的来给你核定 是吧 不是说税务机关直接核定 也不是白酒的生产企业自己能定的 它是自行申报税务核定 那由于这个白酒它的最低计税价格核定 是不需要经过国家税务总局来核定的 所以这块其实就是主管税务机关来进行核定 但是要自己报 好的 那这样的问题怎么来理解呢 那怎么来在我们的考试当中来进行命题 那我们说这样的问题一般要出现 它应该是在大题主观题里计算题或者综合题 也不排除能出小题 我们先给大家举个大题的例子 这说的是假企业作为白酒的生产企业 本月的销售情况是如下 你看这个生产企业它有两笔销售业务呗 第一笔是这个卖给了白酒的销售公司 而这个销售公司注意咱们下面有提示 假企业和白酒的销售公司为 这个是关联方 是吧 这就要用到刚才我们说的70%的事了 好还有一笔呢 业务是卖给了酒店 没说是关联方 那好这样卖给酒店的数量是9600斤 这是斤是吧 那么一斤是0.5元 这没问题 然后再加上从价消费税 那就是单价200是吧 再乘以什么呀 一斤是200 你卖了9600斤是吧 然后呢20%的税率 好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主要出在这了 你卖给这个有关联的销售公司 是吧 那么销售公司往外卖的价格和我们白酒企业卖给销售公司的价格之间就要有比较了 怎么比较呢 那就是销售公司它卖给下一件的价格 这是多少 210元一斤 它乘以70% 那应该是147 要和生产企业卖给销售公司的价格去比 那比的结果呢 那就是生产企业该交消费税 是吧 它的价格该交消费税140 它是低于销售公司再往外卖的价格的70%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说 你生产企业自己确定的卖的销售价格就不能够作为咱们交消费税的积水依据了 那到底这个积税依据是多少呢 那是核定的是吧 卖自己来申报 税务机关给你核定 好 这告诉你了 核定的价格了 是一斤160元 所以这个核定的价格并不是销售单位对外销售价格的70% 这70%呢 我们只是用来什么呀 用来做一个判定 它是需不需要进行这个最低积税价格核定的 是不是需要 那这样呢 是需要的情况下 你看这个税务机关核定的是最低积水价格160 你自己卖的呢 交消费税的是140 那肯定是属高原则嘛 因此按照160来作为从价计证的那个积水销售额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肯定问的就是这个假生产企业啊 它的消费税的税额 所以一道从量的 一道从价的 这道从量的没问题 这道从价的呢就不能按这个价了 应该按一斤 这个160元 所以咱们作为比较是判定是不是来确定用这个核定价格 最低积水价格的 那现在比较的结果是要用 用到底是什么积水价格 这就是 就是企业自己报税务机关核定的价格 是吧 这样呢 有了数量乘以单价 那这样呢 我们有了第一笔的销售额 那第二笔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把两个销售额乘以税率 这就是从价那道消费税 而从量那道消费税呢 这个量是没问题的啊 不需要进行什么核定的啊 那一斤0.5元 不过如果我们的题目问的是万元的话 你最后把它进行一下换算就行了 所以像这样的问题 出大题的这种可能性啊 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同时呢 也再说一下 这个同样的问题 出小题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规则用的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规则 好 这个小题目是这样的 某9类股份公司 作为一般大税人 2月份呢 销售给下属销售公司 这个白酒是500斤 看好了 是吧 这个公司 这个下属的销售公司 那既然是下属销售公司 这什么关系啊 肯定是有关联关系的 所以这时候你就一定要考虑到 我们要用的那个政策了 那就是你不含税的出厂价 是一斤 那个一斤100元 这很可能就不能够作为积税依据了 你看这说了 所有机关认为价格明显偏低 是吧 那并没有这个让我们去算 他直接就给出了 是吧 这是价格明显偏低 那这种情况下 肯定就要用那个最低积税价格来核定了 好 现在告诉你 上个月销售公司对外的销售价格 同类排酒平均是220 是吧 这个价格乘以个70%的话 这个价格220要是乘以70% 肯定是要大于你那个生产企业卖给销售公司 所以也就是说 生产企业交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低于销售公司 对外销售价格70%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能够肯定了 他是要核定的 不能按照这个价格 那么核定是什么价格呢 核定的价格并不是非得按照销售单位 对外销售价格的70% 而是你自己提出一个计税依据税务机关呢 来进行核定认可 所以告诉你呢 核定的那就是比例60% 所以这个核定比例是这么来的啊 那我们再就等于是有了计税的单价了 是吧 再乘以呢 数量500 是吧 再乘以呢 这是价格有了 是吧 乘以比例税率 这就是从价那道消费税 然后我们再加上那道从量的消费税 那就是500乘以一斤0.5元 所以这样我们进行了这个计算 计算之后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正确的答案 在这提醒大家 那就是近三年考题里面 我们出现过卷焰 但是呢 我们已经在近三年考题里面 没出现过白酒了 所以白酒作为大题的命题 那就是出计算题 或者说出综合题 都是特别有可能的 因此我们今年要特别注意 如果考到白酒的综合题 像这种正常销售的 像包装物押金的 像这种 卖给有关联关系的销售公司的 都是命题的非常重要的这种命题点 那都是在综合题里面 让应用的相关政策 好的 那涉及到这个消费税 在酒类产品的计赘依据的特殊问题 那我们除了白酒 还有一个就是啤酒 按说啤酒比较简单 因为它交消费税是从量 从量定额 那这个从量 那就按数量 然后乘以定额税不就行了吗 问题是 它这个定额税啊 它有两档 是吧 那就是每吨220元 或者说每吨250元 所以它有两档这个定额税 这就比较麻烦了 那到底选哪个 肯定纳税人愿意选低的那一档 是吧 所以我们就要判定 那就是这个奔水岭 那就是3000元 一吨3000元的价格 低于3000的 那就是每吨220 高于3000的就是每吨250 对 一个高的一个低的 那这个时候 纳税人又可能在这要去考虑了 在正常的交税的情况下 然后怎么能少交呢 那好 我们的啤酒生产企业 它呢 卖啤酒 是吧 给谁啊 给自己的又是 关联企业 它卖给自己的关联企业啤酒 生产企业 注意 生产企业 它是啤酒往外卖 给关联的销售单位 他们是要交消费税的 对吧 同时也要交增值税 而这个关联的 这个企业 它往外卖呢 只交增值税 是不交消费税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又要考虑 怎么能够使得利益最大化 税负最小化呢 那么啤酒的生产企业 它就可能 卖给关联企业的价格啊 第一 按照这个 三千元以下一吨 所以它就选 低这档的税额 来交消费税 那么今后 这个啤酒的 那个销售公司 就是那关联方 它在往外卖的时候呢 它把价格一下给提上来了 所以这时候 那我们的规则 就是这么规定了 是吧 不用像刚才那个白酒那样 什么乘以70%去比了 我们就直接规定 那就是应当 以关联企业 这个销售公司 对外销售的价格 那也就是说 以它的这个售价 以它的售价来决定 是到底够不够这三千 而不是以生产企业 卖给关联企业的价格 来决定是不是够这三千 然后有了这个三千的分水领 我们不就好确定 它到底是 这个250元的单位水额 还是220元的单位水额 所以这样的问题呢 它也是容易有操作的 那我们通过一个 这种简单的举例 来说明一下 A啤酒厂 这生产企业啊 它卖给关联的 是吧 B销售公司 那个啤酒是一吨两千八百元 当然这告诉你呢 是不含增值税的两千八 那如果要按照我们一般的想法 那就应该是什么呀 220元一吨 这样呢 来确定它的那个单位税额了 但是要有了我们刚才的规则的话 那我们说销售公司 和你的啤酒厂是关联 所以咱们不能够按照这个价格 确定够不够三千 而应该按照销售公司 卖给无关联的 按照这个价格来确定 它是到底选择哪一档的税额 按这个价格 它是超过三千了 所以就应该是 一吨250元的 那我们说 这是谁交消费税呢 它是生产企业交消费税 是吧 那它是生产企业交消费税的 这个 消费税单位税额的选择 那你说这啤酒厂 它不是还得交增值税吗 增值税它按价格 该是多少是多少 而消费税呢 它是按销售公司 卖给其他无关联的 那个价格 确定够不够三千 确定生产企业 啤酒厂交消费税的 那个单位税额是多少 好 这就是特殊规定当中的 第二个 针对酒类产品的 重点还应该是白酒的 最低计税价格的相关规定 好 那我们接下来 要说到特殊的计税依据 第三个问题的特殊 那就是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这种情况呢 现在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呢 毕竟我们的规则还是有的 所以经常在考题里面 考到小的计算 那我们说的这个纳税人 注意 它是生产企业 它自设的是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门市部啊 这个门市部是吧 相当于是生产企的 企业的一个特殊销售渠道 那这门市部一般给我们理解呢 就应该什么呀 它是一个小商店吧 是吧 它是一个零售的一个渠道 那它是不是零售环节呢 不是 它不是零售环节 它只是生产企业对外销售的一个很小的渠道 所以它依旧是什么呀 依旧是属于生产环节的销售 生产环节的销售 那是不是这个门市部也得要交消费税啊 但是生产环节销售 它不是这个零售环节 它只是生产环节的一个零售渠道而已 因此这样的自产的应税消费品 比如说我们是白酒生产企业 酒厂这个门口就有一个叫做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 是吧 相当于咱们酒厂的原来我们叫什么三产 那这种情况下 门市部的对外销售额 门市部的对外销售额 那我们说这个一般咱们都认为它是零售价 但是我们该说了 你可以叫零售价 但它不是零售环节 所以这样的销售额依旧是要交消费税的 依旧是要交消费税 你不能说这是零售环节啊 是吧 直接对最终消费者的 他怎么还交消费税啊 这是生产环节的一个窗口 所以他还是要交消费税 但是怎么交 按什么价格交呢 那就按照门市部的对外销售价格 往往这个生产企业给门市部的时候 他可能会给一个这个比较低的价格 是吧 那我们说门市部今后跟生产企业进行 这种内部结算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但是那个不是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我们消费税的计税依据是门市部的对外销售额 好 这就是咱们需要特别明确的 那么现在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说的是某酒厂 二月份移送了一批这种六十多白酒 给自设的非独立核算门市部 同批次的白酒 他不含税的出厂批发价格 是吧 他这种大宗的批发的价格 那当然要低一些 而我们这个门市部呢 没有经过这些批发的环节 你说是不是应该价格更低啊 那不是啊 他作为一个这个很小的销售渠道啊 所以他不可能比大宗批发的价格还要低的 那是什么价格呀 那就是门市部的对外销售价格是一斤三百元啊 都是不含税的 那本月卖了三百六十斤 所以门市部应该怎么交消费税呢 按照这个一斤三百元的价格 所以这个从价的价有了 是吧 那一斤三百 卖了三百六十斤 这就是总价 然后乘以消费税的比例税率 白酒百分之二十 同时呢 还有一道从量消费税 所以这个是按量来的 那这个是按价来的 这样加在一起 才是应纳消费税 咱们叫符合计税的方法 好 这是我们针对这个计税依据特殊规定当中 所提到的第三个特殊规定啊 就是非独立合算门市部 它的计税依据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第四个特殊规定呢 是针对这个以下三种特殊业务的 一个就是纳税人 他把自己生产的应税消费品干什么呀 叫做以物易物 那以物易物不是就是非货币交易吗 那也就是拿它去换取生产资料 或者是生活资料 拿它去换东西 非货币交易 不是卖 那第二种情况 就是以资产的应税消费品呢 去投资入股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种食物啊 进行这个投资 非货币资产非外投资嘛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资产应税消费品 比如我是汽车制造厂 我拿自己生产的小汽车 投资入股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 这种也是有可能的 那还有就是咱们把资产的应税消费品干嘛呀 去抵偿债务了 那我们说这个三种情况 简称换投底 他们肯定都是要交消费税的 那没问题 都是要交消费税的 但是呢 按什么计税依据 这个特殊规定里面说到了 那就是按同类应税消费品的最高销售价格 注意啊 这个消费税里面是吧 咱们计税依据 前面没提到过什么最高销售价格呢 是吧 这是第一次见到 那也是在整个咱们学了这个税法一 以后第一次见到 按最高销售价格 因为增值税里咱们没见过这个 所以换投底业务的应税消费品 按照最高的计税价格 那你去交消费税 那也就是说 它不仅要交 而且按最高价格交 是吧 那也就是说 对这个应税消费品 你生产出来不卖 而是拿它换投底 咱们交消费税 按最高 还有一定的这种惩罚性特色在里头 当然在这里面也要提一下 那我们交消费税 按最高是交消费税啊 同时你换投底业务的应税消费品是货物嘛 换投底 它肯定也要交增值税啊 但是增值税里我们没有讲过按最高价格 增值税里那就是 有同类价 按同类价 没同类价 按足价 这个同类价指的是什么 不是同类的最高价 而是同类的平均价 所以这个时候啊 交增值税是按照均价 交消费税是按最高价 那这个时候增值税跟消费税的计税依据呢 它都不一样了 所以跟我们前面说 关于从价计争 这个增值税消费税的计税依据 我们说了一般是一样的 这就是不一般啊 是特殊的 它都不一样了 增值税呢 按均价消费税 按照最高价 针对的就是应税消费比 换投底业务 那当然这样的业务呢 也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经常有命题的 所以我们举一个简单的小例子 先来看一看 说的是某化妆品厂 作为一般大税人 一月份发生的业务是 销售高档化妆品400箱 每箱不含税的单价是6000 这样的高档化妆品 交消费税就是从价即征啊 所以不是这个单价都一样的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在计算消费税的时候不难 是吧 该是什么价就是什么价 关键下面提到了 它是以200箱的同类的化妆品 干什么 与某公司去换取高档金融 所以换头底的业务出现了 那这200箱要交消费税的时候 就得按什么呀 就得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消费税按最高价 哪个价高啊 那当然是单价6500的高啊 所以消费税那就得是按6500的这个 是吧 然后乘以它的数量是200箱 同时呢 我们把这三笔业务的是吧 计税销售额都算出来了 那我们再乘以消费税的税率15% 这样消费税 其实它的计算并不难 换算成万元之后 就是104.25万元 选择了C 那如果我们稍微做一个扩展 那就是说你问问 增值税的话 那我会不会算呢 是吧 增值税没有按最高价这说 所以它就应该按均价 因此对这200箱 前面这两个跟消费税是相同计税依据 而这个200箱 它的增值税的均价呢 那我就得算了 怎么算均价呀 均价就是用总价 是吧 然后除以总量 总价除以总量 总量不是就是你卖出去的 一个400一个500900箱 是吧 那你这个总价呢 总价就是刚才这说的 哎 这是卖出去的 是吧 这就是总价嘛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利用在这 那这样呢 算出来了是单价 单价是一箱的 是吧 我们这有200箱 然后再乘以增值税的13% 这是这200箱 是吧 前面那400箱呢 那500箱呢 正常该怎么算怎么算 所以前面那900箱 它的计税依据和消费税一样 而后面这200箱 计税依据 跟消费税有差别 消费税按最高价 增值税按平均价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在有关于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里面 咱们再说一下 那就是套装产品 它的计税依据的确定 套装 那就是说组成一套的是吧 里面呢 可能有外购的 也有可能是自产的 那里面呢 有可能是交消费税的 应税消费品 是吧 也有可能呢 是不交消费税的 非应税消费品 但无论怎样 你只要是组成了 就是套装产品了 那我们是以一套的价格 然后乘以从价税的 那个消费税的税率 问题 那就是这一套里面 可能是有不同税率的 甚至呢 这一套里面呢 还有根本不交消费税的 怎么办啊 这时候你既然是一套了 我们就把它看成一个整体了 所以只能是按照这一套里面 交消费税的最高税率 去进行税额的计算 所以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并不是很多件 但是我们有这样的规则 那我们就可能有这样的应用 所以下面呢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来应用一下 说的是某酒厂 它生产白酒 也生产其他酒 这就告诉我们了 消费税有差异了 是吧 白酒呢 它是什么呀 它是叫做从价 然后还得从量 那要是从价呢 白酒是价20% 而这个其他酒呢 它就是从价 是吧 它就是从价 这个从价的税率呢 就是10%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了这个不同的酒 现在我们把两种不同的酒 各一金组成了一个套装盒 所以出现了套装这个事 那里面一斤白酒是80 这假如都是不含增值税的价 那药酒是吧 那就是其他酒嘛 药酒 好 那告诉你这是其他酒 它是一斤100 那加起来好像应该是180 不对呀 因为我还有套装的这种精美的包装 是吧 礼品盒 所以这一套的价格呢 就是200了 那这个时候 它是一个整体 你就不要管它那个里面啊 到底是什么样的价格 到底是交消费税的 还是不交消费税的 是低税率的 还是高税率的 都不要管它了 因为我们成一套了 那它就是一个整体 所以一套的价格是200 那我们现在是按照多少套 它没说卖了多少套 那我们就按照一套来说吧 是吧 一套的乘以那里面的高税率 那白酒和药酒 那肯定是用白酒的税率高 那再加上是吧 它是一套乘以它的数量 数量从量单位税是一斤0.5元 那那里面是几斤啊 你看我这块写的是两斤 你说白酒不是就一斤吗 那还有一斤药酒呢 药酒你可能会想到 它本来它就没有从量消费税 它就是从价呀 我们再次强调 那就是它组成了一套 那它就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里面它就是两斤 那你就不能说 我知道这个整体里面啊 有一斤是从价征收的 它没有从量消费税 那不行啊 因为你组成一套它就整个都看成一个整体啊 所以价格看成一个整体按高税率 数量呢 它也看成一个整体 这样呢 我们只要是有套装的 它的消费税 肯定是要交的比较多了 因此呢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也没有见到这种啊 不同税率的这个套装 那我们说相同税率的套装 比如说一瓶这个红葡萄酒 一瓶白葡萄酒 这个套装套在一起 因为它税率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不受影响 但是税率不一样的套装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啊 这个税幅增加的 好 那关于消费税 它的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 我们除了这个成套里外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一下的 那就是咱们前道讲道 关于应税消费品啊 它的从价计争那个价 它的核定 是吧 那核定里面主要提到了 卷烟啊白酒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想说的是 核定的权限 其中由国家税务总局来核定的 注意 卷烟和小汽车啊 是这两种 那同时呢 由这个财政部来备案 由省议局税务机关来 进行核定的 那就是其他的 进口的那种海关核定 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以前年度选择题里面出过选择啊 现在呢 可以做一个了解的内容 主要是看一下啊 总局核定就行了 好 那到这为止 咱们关于消费税的第四节 计税依据是介绍完了 但是重点 再概括一下 那就是从价税那个价必须要搞清楚 那就是不含增值税 但是含着价外收入 而这个价本身要有了消费税就一定在里面了 那么涉及到这个从价的当中啊 什么包装物的问题啊 押金的问题啊 也要一并考虑进去 那我们关于这个计税依据的特殊规定里面 重点应该是掌握住啊 像白酒这个销售价格的 是吧 叫最低计税价格的核定 那其中那个70%是干什么用的 是判定需不需要核定 而真正要进行核定价格的时候 是纳税人自己提出 然后税务机关来给你核定 另外刚才提到的啊 按照最高价格交消费税的换头底业务 以及门市部对外销售应税消费品 是吧 他按生产环节对待 那就应该是按照门市部的对外价格 那么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考试当中 他以前啊经常有命题的 他虽然不像我们税务那个考点 是年年有命题 但是这些是经常有命题的 也是需要大家啊 掌握的内容 好 这一节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一节我们有点 我们下一次 想不吝点赞 带我们下一次